第七場馬虎一里錦標跑1,600賽事 打了瓦膠尖這麼久 終於等到金槍60復出 大戰加州星球 不過這次仍然是讓榜 1號金槍60 2號夏威夷都是尾128磅上陣 潘頓的後備騎士就是蔡明小 加州星球看看潘頓 三檔應該都很好跑 算下去沒什麼快馬 這場都很好看 價值都很好看 但是其他配角就很難搞 這條沒有快馬 我看到黃金腳在那裡 黃金腳泥地就快 但是以往跑草地不算很快 出來會和你走一下 這個也是關鍵 對著加州星球 因為上季這次說打牙膠 上季是碰過頭的 結果當時金槍60就厲害 而且一晚上季未記得 輸了兩場之後轉了跑法 真的不是說拖到後了 好了,現在咬著你們跑 厲害,其實你看到他 上季由打比開始上到來 而且他季內就已經開了氣兩次 加州星球 看看他們上季怎樣對壘 這場一來 上季就沒得跑 其實咬著一個好位就過來 因為加州星球的第二 是回來也很弱的 因為賽一隊都越迫越近 而且你計算一下 金槍60跑完之後 賽後有點輕微中暑 他都不是說 因為他季尾的始終體力 都用了不少 當然由今季進程 賽前的備戰 兩科閘 目標一定是國際賽的 一定不是最高峰 但是剛才我所說 加州星球上次贏 加盈子成火 他便輕鬆慢慢來 這次黃金甲 沒理由留住黃金甲出來 都會在前面走 會否搞一搞他 這也是關鍵 加州星球 其實最近的捕捉操控就好一點 再加上因為已經贏了兩場 狀態上是否好過金槍60呢 如果只看片段 在這個階段我都認同 始終馬是岸方 漲漲漲很好力度的加州星球 走下去是很爽朗 加上大閘亦都是一方二會 不過大閘亦都是小馬 近期一直都是中逆禮去摸著 一隻馬很乖巧的 現在走心都是力 三檔就很好跑的了 現在你說要欺負馬王金槍60 因為欺負他第一次上陣 第一次上陣 以及負榜的差距 但你說到十二份的正本器 我相信就會再近一點 但是現在這個階段 始終負榜會再輕到五磅 我覺得五磅又不算好 讓得多 還有上次潘頓跑完訪問 他說要再快兩個馬位 這樣才有機會擊敗馬王 所以如果兩隻選擇 我自己傾向都要一號多一點 不過如果開這條Q 現在拍攝時間的Q 15元都沒有 大家想想 第三位選什麼 應該應該是 對,想想三重彩 或者四重彩 怎樣選擇 既然這一場 其實說來說去 都是這幾匹馬 配腳方面 三、四重彩有沒有什麼選擇 配腳方面 就有些幸福笑容 看看會不會追入一席 因為他都很好鬥心 還有看回以往 出現有一季很銳 幾磅 但之後就 向來第一批未必說 適合他 這些馬要撻 要撻起這個狀態 早點落後很遠 他見到金槍60 不能勝出 永遠都是在金槍60之後 看看別人第三 他是再厚一點 別人第一他是第二 但這次轉了個面 即是加回面固 我也查看 他之前打了四次 就是一個常命 很能幫到一隻馬 不過有時候都要說 這些賽事可能縮縮賣賣 他很決心 衝一段入圍 也不奇怪 那看看這場 我們選擇什麼馬 簡單一點 試同彩 金槍60 拚回加州星球 幸福笑容 和刀靈太陽 如果在賽事角度 這場就會挺精彩 星球馬大戰馬王 簡單一點點 就是金槍60 加州星球 加上幸福笑容 金槍60 埋門 他最後那貨拍 彈掉了 不過他入到直路 最後換了腳 換了幾次 不過幸好時間快 馬王的鬥心也很強 接著要看第八場賽事 就是馬會杯 要看這場出馬 吳滿鋅 上次發財先鋒 終於贏馬 不過上次揹一百一十五磅 今次用到報民排座二檔 上次嘉應之聲慢了閘 看看今次組段會不會和他 組段的互動會好一點 上次美麗同響都變得開花 今次終要揹回輕一點的磅位 美麗同響的後備騎師就是蔡明少 亦都是浪漫勇士打給冠軍出來 都要看看這場的步速形勢 因為剛才Kitty就說了 嘉應之聲好像今季兩場都早段見了他 如果今場 因為他排的檔就在外面 會否殺到來 即是五檔慢慢游上來 發財先鋒應該會走 上次都是用這個跑法 其餘 美麗同響 因為他的馬有少許搶 如果嘉應之聲做到一個漂亮的步速 他會容易跑多 我想嘉應之聲今次是上次都要走 不過上次我以為差到是回來了有事 即是擺不前面之餘 回來了是沒有勢的 你要排這個五檔 我覺得嘉應之聲應該是要走上來 發財先鋒就很跑的 他自己跟馬就行 如果被嘉應之聲走也沒有問題 飛沿閃亦都有一個一檔 應都可以守住後面那一格 相反浪漫勇士 我就自己少少懷疑 他可能早段未必刻要上到那麼前 拖後一點 因為他是排這個九檔 起步不久就已經要轉彎了 這個2000米 所以會拖後一格都未定 當然多巴先生上次是上前的 這次排了一個三檔 他都有機會推前一點位置 當然這場美麗同響 和發財先鋒上一次 在苦旅人袋 其實兩隻馬回來很近 剛才Kitty說打到車輪邊 打到開花 但我覺得輸就不是輸 是輸的磅位 距離都… 20磅 20磅 不是開玩笑 多巴先生也看了 他用了一個比較 不同以前的考法 一早推前一點 美麗同響 這場在香港第一次跑1800米 之前在西澳洲 就贏過1800米 回到來 其實我覺得他早段 都比我預期之中放鬆 他都跟得前 所以潘頓其這日馬 他真的特別合得到 你說今次再跑到2000 行不行 看今晚媽媽 是贏到2400米 西澳橡樹賽 三歲人1800 現在這個大熟的年紀 跑到2000 我覺得問題都不大 還有最早一點 今次的磅輕了 然後再受讓1號2號5磅 這個是好處 上次發財先鋒 自己操控步操 如果你說今次 就算操控步操 我相信很多馬 都不會放過他 就算多巴先生 美麗同響 早段都咬住他 浪漫勇士 剛剛我們都說 早段留後一點 究竟狀態如何 不如問問沈雜誠 因為跟馬主商量過 都是覺得 如果你初出要硬撼金槍60 加州星球比較困難些 相對2000都不容易 其實 相對好像看起來就會 因為都跑過兩次 去年 相對可能會容易 不用他那麼辛苦 主要他都是 下一場他都會跑 國際賽那場2000杯 他都會跑 一來是這樣 二來他的目標 都是在12月10號那場2000 不如就跑2000 很多馬幣都關心 因為田泰安有個健康問題 聽不到 為何會找木道朗這個騎士 因為田泰安的甲狀線 那個問題 都會覺得是很久的 不是說在一兩個星期 或者一頭半個月 可以很快的知道 已經是打燒了他的念頭 有一個潘頓 有一個潘頓 他不可以答應 因為美麗同學 都會覺得他會跑2000 他已經贏了那一隻 他又不可以答應 當他如果大家不確定 我就打給他 蜜杜朗 都是跟艾豬商量之後 蜜杜朗就一口答應 我們會 11月那場去跑 12月那場去跑 其實這些高班賽 大家要打牙腳 有可能Kitty一隻愛驅 阿桃一隻愛驅 大家都不認同 浪漫勇士 阿桃你這次喜歡嗎 初上即是貴內 初出而去跑2000 當然是有點難度 但是明星馬這麼厲害 上屆如果你搶下王 可能都有機會 跟金槍60把困一下 因為你贏完打比 再去跑女皇輩 史上只有五分可以這樣贏 即是級數證明他當然高 看回他如何上櫃贏 浪漫勇士回來 都很厲害 一騎下去擠掉了 後面當時的帳王 那些馬 姿態輕鬆 剛才沈雜城都說過 又不知道田太那個狀態如何 最初一早就找了蜜杜朗 其實他季初狀態 也有一點問號 因為在開操無奈 九月份的時候 雙腳有一點輕微 我想那些叫輕微不倫於行 放緩了一點工夫 其後再操了 就挺完整的 十月份一課千六位閘 都已經贏了 十一月再試一次 一課千六位閘 這課試得不錯 前面的飛輪閃耳 也可以看 那隻有忠心准成 雖然他跑這個路程 沒贏過飛輪閃耳 但這隻馬就很準 外面浪漫勇士 一讚的喜愛線 潘頓幫忙代試 輕鬆姿態 回來 我覺得狀態也操了八百九九 這次狗檔起步 蜜杜朗這些馬都要把握 還有踏完這局 你才知道 他十二月份的狀態 真是去到哪裏 但我怎麼說都好 我覺得真是難的 一出跑二千 現在還要讓人綁 你說帳王也是 帳王他的體重其實未達標 他這次是一千二百磅 叫他減少一點 但是他起碼 那個路程 他跑到你半 如果兩隻去選 我就自己傾向帳王多一點 看我看得不對 如果你說審立成一隊 我會喜歡飛樑閃秒多一點 因為你都知道 如果你跑香港杯 他沒得贏 這次馬對著外隊 但是跑這場 他有得贏 而且上次我覺得是有點驚喜 看回上次對加州星球 他經常都是二、三級賽 有得爭 但是千六他短一點 跑二級賽 可能對手會比較強 但是上一場 竟然一個冷門的身份 都入到Q 你不夠加州星球跑 你都跑贏了這場很多對手 所以你看回賽職上 這隻飛樑閃秒 他很有趣 很存在馬 巴道都說 我都不知道他是什麼路程 一千六到二千四 很多飯他都跑得好的 你看賽前那些操練 那些備戰 好像跑香港杯 我覺得他的心意 可能散散成一隊 一點都要猜 大家知道很厲害 但是要猜很多東西 但是這隻不用猜 這場不贏 下場沒有份 因為飛樑閃秒 經常都敏一邊賺形勢 但這次排著一檔 又被他賺到形勢 有機會 看看這場 我們選什麼馬 美麗同享 我覺得這次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好 所以拿這隻馬做膽三重彩 偷帳王 飛樑閃秒和多巴先生 羅曼勇士都會選到他 多巴先生今季狀態 是來得快的 其實上次都是少許嚴短的 所以這些路程 它可以再長一點 也是備戰在十二月 但是上次也是驚喜的表現 再簡單 像王 如果純看外觀角度 上次明明是開戲 還有今次拍跳 我覺得這隻馬是有一點 深火的 雖然體重還未回到正常磅位 但是今季偉達的馬 經常這樣說 很多的馬 體重大幅度上升 看看你們牙膠戰 誰贏 稍後回來看看其餘場次 好 好